哇 你們現在苗栗要開始大分裂了 沒有 苗栗團結了 苗栗藍營團結 只是不是團結在國民黨之下 他是團結在中東景的旁邊 所以是 苗栗不只藍營團結 我跟你講藍白 在苗栗都藍白盒 中東景在登記當天 磕霸磕霸到現場 是喔 我一個一個講 中東景當然大家就是我也很榮幸 我會記于北城會多一個學弟 叫中東景 因為看起來他馬上就被國民黨開除 沒有辦法 國民黨是剛性政黨 有這樣的人登記參選一定要開除 對不對 他開除後 中東景只好也自己會被開除 他直接以五檔級登記 可是五檔級登記你看喔 他這次參選 徐耀昌派夫人 陳超銘派夫人來 那其實你不要跟我講說 徐耀昌不知道他夫人跑去哪裡 對不對 這很明顯背後是有政治的操作 那徐耀昌最後在思考什麼 我覺得是兩樣 第一個 形勢比人強 什麼叫形勢比人強 中東景民調真的比較高嘛 對不對 就是說對於徐耀昌或是陳超銘來說 我要壓寶 我還是要壓個會贏的嘛 你單純的意氣沒有用 對不對 他第一個確實在苗栗的整合還不錯 所以他民調真的比較高 所以願意壓爆 第二個對徐耀昌說他還是要拚嘛 他要拚他對於中東景的不諒解比較大 還是對於劉振宏的恨比較恨 坦白講 徐耀昌跟劉振宏兩邊是沒得談的嘛 所以說 徐耀昌最後派出這個他的夫人 然後陳超銘派出他的夫人 我覺得不言而喻 不言而喻 就是中東景跟謝弗宏比 真的強勢太多太多太多了嘛 所以第一個藍營團結 第二個更有趣 中東景在登記的時候 巧遇民眾黨的候選人 還有民眾黨的苗栗縣黨部的主委 還有柯霸跟柯霸 又玩這一套 政治上沒有巧遇的 嚴閣官員那時候敗廟的時候 是不是巧遇柯霸柯霸 對 拜票巧遇 柯霸柯霸 他們就去吃飯 對 然後去吃飯 登記這麼多時間 禮拜一到禮拜五都可以登記 禮拜一到禮拜五登記 禮拜一是壞日子 大家大概都沒有去登記 二三四五四天 然後上午跟下午這麼多時 為什麼就巧遇 巧遇就算了喔 還講話喔 一般人巧遇 我就是你好你好 巧遇嘛對不對 握個手OK了 他們還民眾黨的候選站一排喔 柯霸 柯媽還有中東景 站在前面講話喔 那民眾黨的縣黨部主委 特別說什麼 他們支持什麼會做事的人 還什麼我就忘記 然後他說中東景是其中之一 哇 所以朱立倫做不到的事情 中東景做到 中東景做到啊 團結藍營啊 然後團結藍白盒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說中東景有沒有勝算 我認為當然有勝算 你看這個氣勢 然後看中東景 這陣子壓止滑水在做什麼事 對不對 就表示說中東景 其實對於這一場是勢在必得 那如果呢 謝浮宏一路被壓被壓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對國民黨也是大傷 因為苗栗是國民黨從來沒有調過的 這次你說中東景如果變五黨 就是五黨籍拿下苗栗 也算是另外一個另類合作 這是一塊 第二塊你會發現 很多我們現在看是五黨的勢力 背後都有民眾黨的聲音 中東景背後有民眾黨的聲音 鄭保欽背後有民眾黨的聲音 然後這個我們黃珊珊 也是五黨的極權 更是民眾黨的聲音 可是這些民眾黨的聲音 背後都在做一件事 分裂來贏的盤 黃珊珊不談中東景不談 我就講鄭保欽 鄭保欽剛出來的時候還有人跟我爭論 就桃園在地民族說 哎呀周東請出那個那個鄭保欽出來 一定影響鄭月鵬比較多 我說怎麼可能 他旁邊就站五指甲 你說影響民進黨 不可能嘛 結果民調出來 確實啊影響鄭月鵬一%多 可以影響張善政兩%多嘛 那如果讓鄭保欽 繼續再罵民進黨下去 他越罵已經拉越多 拉越多張善政的票嘛 對不對 尤其是張善政現在發生這種案子 然後過去了 那如果鄭保欽繼續壯大 他背後也有民眾黨的影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民眾黨正在利用 這一次的選舉去做壯大嘛 這是一塊 因為他回過頭還講講萬安 講萬安也是很有趣 他把小雞變成放三雞嘛 對不對 就是不破壞小雞 讓小雞自食其利 可是我真的懷疑 我覺得幫蔣萬安操盤的人 應該是有社交障礙 就他連基本的人情事故都不懂 就是你不找小雞已經很離譜了 不找里長 也很離譜了 現在開始去做所謂的 善後處理 善後處理 什麼意思呢 比如他開始陪張委員去掃街 然後陪... 昨天他上友台節目 中叉的 就是被曹董痛罵那個台的節目 拉著劉才會一起上節目 可是問題是不換寡換不均 你懂為什麼 那對於其他小雞呢 你憑什麼劉才會可以 都在你旁邊 他是看勝出機會比較高的小雞 他就去幫他站台 他勝出機會不高就算 他得是許願 每個小雞你有什麼願望 就幫你達成一個 可是問題是 有的人許的願望大 有的人願望小 第一個人要去問 那其他小雞怎麼辦 第二個人要問 那老雞怎麼辦 請問說阿姨也需要有站台 就是你不換寡換不均 老雞可以照著講萬安沒有問題 那你也有辦法互相加成 否則我為什麼要照 為什麼要把我盤弄出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假藥的團隊 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他們在處理這種 基本的人情事故 我覺得連最基本都做不到 我覺得裡面那個人應該有社交障礙 我嚴重懷疑 是 那衣服哥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如果是這樣 那中東景出來 假設年底真的是中東景勝出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是給朱立倫難看 第二個剛剛其實正好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民眾黨在這一次 用鴨子滑水的方式 默默的其實是分裂掉很多藍營的一個勢力 把他們招降納派 變成茁壯自己的民眾黨 當然你民眾黨最終積極參戰的最終的目的是為什麼 為了克文哲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四年 當然某種程度上面 我常講一句話 如果二零二四年 你一個政黨連縣市首長 挂鈴 還有很多地方議會都沒人 你憑什麼選 就是說你說 克文哲現在無論是說你的民調 還有十七八八的支持總統度等等 那個都不足以不足以說你很有實力去選總統 那透過這一次的選舉 當然某種程度上你要去分裂 分裂一些國民黨的資源出來 不管未來你要選或是跟藍營談判 就我藍白核是不是要二零二四年要合作 其實他都要創造一定的談判條件 一定籌碼 否則如果我舉個例 你要選你很偉大嘛 那國民黨如果反過來去拜託 郭董來選 然後郭董就壓死你 柯文哲了嘛 所以說某種程度上 他還是要有一點籌碼要創造傳判 那這一次就是在塑造籌碼的過程 當然你說苗核 苗核以前 現在掛謝福宏就國民黨提名的主任委員 傅學鵬 傅學鵬當時也是退出國民黨選上縣長的 那時候是跟連任縣長何智輝對選的時候是選上縣長的 所以你說苗核 苗核現在民進黨就只能說民進黨在苗核這個地區的發展 始終始終不見有太多的突破 因為這一次的選舉的確你看到的是中央 國民黨中央對苗核的控制 沒有能力 地方上面的恩怨 無解 派系裡面也產生出現解構的現象 所以這是民進黨機會 但是民進黨過去在這邊就沒有強人嘛 所以你看到的是 大家還在討論的是中東錦跟謝福宏的戰爭 那裡面還有很多的問題 比如你說中東錦為什麼一定要選這一個縣長 當初他當主委也承諾不起來 人家流派在後面已經安排政府議長候選人要殺他了 流派又跟中東錦 人家那個議長都不留給你 他為了要 流派在背後在運作那個政府議長搭檔了 也在那邊搞了 然後你這一邊呢 你這一邊就 真的啦就是 許耀昌跟劉振宏的恩怨是無解的啦 是激進於是無解 不要忘記喔 當初誰發聲明去支持謝福宏選現場的 許耀昌喔 結果劉振宏一看他不是我的人嗎 是不是叛變了他轉去支持黃派的徐志榮選現場 所以他們那個派系那個恩怨 那今天到這個地步喔 就許耀昌跟劉振宏那劉振宏黨部主委嘛 現在是謝福宏嘛 那許耀昌老婆出現 那個大家都知道怎麼回事啦 當初他他要支持人的時候 他上次立委選舉支持人跟國民黨對幹 也是他老婆陪著去敗票的啦 這一套已經用過 那你看許耀昌背後 許耀昌站的是什麼 中東錦 那現在最尷尬的是 拉許耀昌出來的老黃派的大佬 傅學鵬是站在謝福宏那邊 那黃派又在玩什麼 所以你這一場苗栗這一場仗 其實坦白說一句話 外界看得很模糊啦 我相信連國民黨都沒看懂